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一份会正熟悉点案经贸活动发展的学者专家的意见 而从这些焦点要来探讨后续可能的发展 以及产生的影响 而今天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 荣誉理事长江志俊律师来评系 非常欢迎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次选出一共有11项新闻事件 我简单让大家来了解 包括太阳花雪运 还有中国大陆韩国签订FTA 还有九合一选举结果 鼎心集团黑心有事件 福建将会准设自由贸易区 以及中国大陆社会保险争议扩大 大家不会忘记在去年保诚东馆厂闹罢工 还有中国大陆打贪腐也升级了 而且设了反贪腐总局 另外香港战众运动目前还在持续 还有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此外平坦海关正式接牌 开启一点按快速通道 以及在去年11月中启动的互港通 目前股市大家也非常关注 好一共有11项新闻事件 纵观来说经贸是主轴 那么从而引发了包括一些抗争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318学院 跟香港的战斗行动 我想先来看这两项反应好不好 理事长 那么从这两项反应 后续有哪些值得观察 包括服貌货帽是不是 还是不容乐观呢 对我想我们大概每年台北基金都会 就往年的两岸的十大经贸事件 做一番的筛选跟做一个公布 那事实上我们是十大 那因为后面第十跟第十一个是同票 所以就把它并列为第十第十一了 我想对这回的大概十大包含十一项的 这个两岸经贸重大的这个事件 大概有跟经贸活动直接有关的 那么另外也有间接有关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太阳花学院 它事件本身虽然不是跟经贸有关 但是它是因为反服貌反黑箱 所引起的一些台湾学生 还一些公民团体占据了立法院 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也让这个服贸的这个审议 甚至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个审议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间接的对两岸经贸的影响 也是非常重大的 那两岸跟经贸直接有关的 就包含了你刚刚也提到了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最大的货物贸易的国家 另外中韩在去年底签订了这个FTA 那当然了因为韩国跟我们台湾 在整个世界上的这个贸易竞争上 大概百分之八九成都是重叠的项目 高度重叠 所以他们这个海关如果说有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 会有零关税的这种优惠 那你也知道现在制造业真的是很薄利 如果说你有五%的利润就不错了 但是五%利润当然被这个 五%甚至还更高的关税给它抵消掉的话 没有利润了 所以在这个竞争上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国内的政治氛围跟这些民生经济的疲惫不正 那么也让大家对于大概中国大陆的依赖度 是不是要依赖那么重那么高 也产生了一些大概问号跟质疑 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更加速 大概台湾跟这个韩国以及其他国家 像东协嘉义 这些国家在这个经贸上 在因为海关关税的影响 竞争力应该会是有会下滑 当然会受到我们的这个建筑口贸易的影响 所以福贸货贸的确是要加速 不过在今年也因为明年2016年总统大选 政治因素不知道是不是会干扰 不过我们还希望立法院方面的效率能够提升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大陆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而陆韩FTA今年或明年就渴望生效 沪广通去年11月启动 其实好像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经贸地位这一重要 而且市场是积极跟国际来接轨是不是 对我想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 那么从邓小平南军之后 采取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这30多年来是事实上显现的是很清楚的 那最近的一个消息也报道 那么以前各国外资 那么到大陆去投资的这个比例很高 那当然大陆也在吸引外资跟外国技术跟人才 那现在是最近几年大陆反而去海外投资 等于他是反向的 他去海外投资 这是并购美国或一些其他日本的一些大涨大的公司 也慢慢也多了 所以大概最近大概今年或之后 根据大陆的这些贸易单位的统计 他们在向海外的投资比外人到大陆的投资 慢慢可能要超过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 他所以会成为货物贸易世界最大国 当然他的服务业还相对的还没有那么强 但是随着这个态势货贸的影响 随着他们这个国民所得的提高 外汇存体的增加 那么你看不管这个在一些经贸世界上 甚至在海外旅游上 对不对 各国也都争先恐后 就要对大陆人民要开放 甚至给了一些优惠的一些这个措施 我想他们的消费能力 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 国民所得的提高 国家外汇的存体的增加 确实是不容小觑的 是是 那么在去年底 大家也关注一带一路的政策 最近也许有相关的细则 也会来对外公布 另外他们对外投资 跟国际接轨的速度 或者是决心 是明显更加快 但是中国大陆打摊 不晓得会不会间接灼伤 他们的经济发展 因为这几年 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减缓的 对我想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来 那么反腐打摊 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策 另外在去年 十八中全会也提出了 依法治国 那么这些不止口号而已了 我想大概也化为是行动了 那么从一些小虾米到一些大老虎 纷纷的落马 我想当然我们有些评论者认为说 他不排除又有些政治的动机或考量 但是也确实是对一些大老虎的大力出手 也获得大陆一般民众的一些支持跟赞赏 我想大概习总书记对这方面 他是会再继续的办理 而且当然讲报厅这些贪腐的势力 也有一些反扑的迹象 但是我想习近平执政了两年以来 大概应该在各方面 党政军大概都稳住了 而且又用王岐山这个铁汉 来做中央纪委的书记 我想这个贪腐的工作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那么早在1995年 那么大陆在最高检察院下面 有设了一个反贪污贿赂总局的 已经在做这个贪腐的打击工作 但是经过这么20年来 大概贪腐的 不管组织架构 或者贪腐的程度广化深化 就更严重了 所以他们今年又特别 又在宣布 在另外 也在主要人民检察院下面 再设一个反贪总局 反贪总局我想他的人员 跟他的一些科技设备 网络的设备会更加强 那么将来可以看出来 你看常常到台湾来访问 像南京厨替 机械院 最近也在烟台中院接受审判了 是不是 你看这些 那更不用讲 从薄熙来开始 那么到这些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 甚至他们的一些同党也好 大概陆陆续续的落马 那么我们也从新闻媒体看到 很多一些省级的 或这个部级的 或副部级的这些高官 都因为贪腐而被落马 被查办 被双规 那么除了这个党的 这个纪律处罚之外 那么构成刑事责任的 也移送到司法单位 去做侦办跟裁判 我想反贪腐的力度 我想大概习总书记 还是会继续再持续下去的 好 从大陆的内政 我们相对来看 台湾的内政 就是九合一选举后的政局 在前两天 国民党主席改选 朱立伦长大齐 那么相关的政策推动 不知道会不会展开 崭新的局面 对 我想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真的是大败 我想你看六都里面 只保留了新北一都 那么当然其他四都 是民进党 另外台北市呢 就是所谓五党级 事实上他比较偏绿了 应该也算是 民进党的同路人 或者是自由了 当然柯比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 我们也不容否认 那么另外在 二十二个县市里面呢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进党大概就拿下了四三席 那么国民党只保留了六席 大概是二比一 还强一点的是不是 所以我想民进党 采取这个地方包围中央的 这个策略 那么连带的呢 也会使马政府的 执政团队 对于要尽快的拉近 那么 比如说不管是货帽啦 服帽啦 那么这些进度 可能还是会受到一定的 这个影响 那当然民进党的 中国大陆政策 到目前 还看不出什么很明确的 能够跟马政府 接近 不要讲相同的 接近就不错了 所以他一旦 明年16年 如果说真的是民进党 那么当选总统之后 我想两岸关系的发展了 那么虽然大陆方面是讲说 可能会持续进展 但是因为大陆也监索 这个一中的这个原则 如果说民进党 对这个一中原则 他一再的反对 而没有一些妥协的空间的话 我想大陆不会 大概跟民进党 有兵马政府 那么更好 让老百姓 能够接受 或更大一步的这个发展 能够原地踏步就不错了 那甚至会辞职 甚至会往后退 我想这个也是 大概台湾民众 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所以内政会影响到 不只说是外交 还有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也不只影响到政治面 经济面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政经本来就是分离 就很难分离的 政治跟经济你说怎么分离 虽然我们是从个体来观察 可以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但是政治不安定 或者政治上 没有获得绝大多数 人民的支持的话 那你经济政策的推展 当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负面的影响 是政经很难分离 所以台商产业要把握住商机 我们就来看两岸之间的经贸合作 福建平坦海关正式接牌 开启两岸快速通道 是不是有助于台湾业者竞争力呢 对我想这个大陆的政策 它大概是要希望福建跟台湾 能够做一个对接的窗口了 所以在对福建的一些 两岸政策的扶持上 就特别的大概有加持了 像平坦岛 甚至它是希望很多 比如台湾的驾照 都可以在那边用 甚至台湾的人 可以到那边去工作 甚至参与他们工职的 大概担任他们的工职 所以大概给福建的这些 大概优惠的政策是比较多的 的一些经贸的往来 我想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也把它列为 是今年十一大的一个项目 好 最后我们要举加的是 有机会 但是挑战压力也很大 就是对台商本身来说 黑心有的风暴 另一个是保城东 管厂闹罢工 是不是也反映得维持好的品牌 生育还有高成本的负荷 对台商来说 都是要面临的极大的挑战 对 我想 其实台商不止在大陆 在台湾或在世界各地经商 我想守法或合法 是一个最重的一个基础了 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投机 游走法律边缘 可能会或许获得一时的一些 大概小利或者机会 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过 大概民众的检验 跟市场的淘汰 对 所以大概在 这个合法的前提之下 如何利用正常的 这个生产经营的 这些管理的这个加强 让成本合理适度的降低 而不是一再的 这个压低成本 造成甚至品质包装会有影响 我记得我们国内 好像大陆发有一阵子 他那包水果 或包些这些食品的这些 也说他带啊 他就也就顶型啊 他就说他减少带 比如说0.1m 他就可以省多少钱 结果我们在使用上 那个太薄 有时候装了一下就破洞 或干嘛 对啊 所以就会引起消费者民怨 其实你那个能省多少成本 对了 那正是应该加强研发 增强这个商品的 或服务的品质 我想这才是获得消费者 能够普遍接受 而且能够永远支持 建立忠诚的消费者的一个 不二法门了 那做一些 大概雕虫小机上的一些 节省成本 或一些走偏锋的一些 游走边缘的行为 我想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没错 那么台湾的民众消费意识 也都觉醒了 这次是大力来抵制顶心 好 刚才有提到 保城东馆厂闹罢工 其实也反映了 目前中国大陆的 一些成本都定高了 业者怎么样来 经营这样的改变 对 我想这还是一个 合法化的问题 从最早台商去大陆 取得土地 你看看第一个 好像取得土地 他就没有依照 他们相关的土地管理法 因为你要取得土地 要经过他县级以上的 国土单位 要跟他签订 这个出让合同 那当然他价格比较高 那我们就找一些 什么村委 什么村镇 就买的土地 是很便宜 很便宜 为了说你这个 就是违反大陆的 法律的这些事情 所以在七八年前 在珠三角这一代台商 也有 大概大陆也释出善意 给他们一个转正的机会 就你补这些出让金的差价 就让你变成是 国有出让土地 所以你才能够 变成了合法的土地 你是合法的 国有出让土地的话 将来这个土地 你要再转卖 你要向银行贷款 这个都是 才有可能 如果说是土地 不合法的话 银行也不会给你贷款 因为 所以像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是 要依照法律来做 我想说 站在一个 我律师的一个立场 不是说 这样会增加个人成本 但是你看尽 你或许会获一些小利 看中长的话 你一定会吃大亏的 所以我想说 以前也是 给工人投保这些 相关的保险 社会保险 比如说一千个员工 他就报五百人 比如说工资是五百块 他就报三百块 你知道吧 当然当地政府也默许 甚至名字许 因为他需要吸引你 过来投资就好了 但是随着他 慢慢的依法治国 这个法治也慢慢的完备了 一些当地人民的 工人的权力意识 也高涨了 再加上一些 他们所谓的蟑螂的律师 其实律师百分之一 他是替各个相关的人 争取权利 你也不能说 你要是蟑螂 那你这些企业组 确实是有这些 不符合社会保险法 的相关规定的话 那律师帮这些工人 来争取他的合法权利 也是应该的 对 所以我想 现在这些情况 大概都没办法 再继续存在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很多成功的台上的例子 他从一开始 就依照法律法规在做 那么虽然刚开始会很辛苦 或者回收的时间会拖长 但最后他的基础 是比较稳固的 而且不会发生 这些非法的一些 甚至被工人战场 罢工的事件 而也造成不但是 这个经营 这个成本上的 这个增加 而且在生育上 也受到很大的挫折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都是 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 总而言之呢 不管政局如何变化 经济发展 如何消长 但是呢 回归到业者本身 就是要加强研发 才会有竞争力 那么一定要守法 特别是中国大陆 已经迈向依法治国了 一切都是要用法律 来做些管理跟解决 守法呢 是绝对是正确的 唯一的中道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 总预理事长江振骏 为我们平息 协进会新出炉 2014两岸重要经贸事件 非常谢谢律师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